一切诸佛都有实力 四种无畏 十八不共法 对这些佛教的常识 我们还是要了解 十种拯救众生的智力 这个力就是不为它所破坏 具有决定的功能 刚弥陀佛有无量的力 这里就概述为十种力 我们了解十种力 一方面对相信佛拯救我们的这种 不可思议的为神有好处 另一方面也对于我们发菩提心有动力 我们为什么要做佛 就是由于佛有这个果的 我也希望拥有 这实力 第一种是是处非处利 什么叫是处呢 这都是谈因果的之道因果的法则 如是因才能得如是果 比如你修五戒法就能得人生 修实善业道就能升到天上 你如果五戒实善不修 想升到天上就无有是处 叫做非处 那这个女人想做转轮圣王 无有是处 转轮圣王尚且不能做 更不能做佛 转轮圣王只能是一个 如果这个世界有两个转轮圣王 无有是处 那转轮圣王尚且一个世界不能有两个 那佛来这个世间也只能一尊佛 如果同时出现两尊佛就会乱了 那依佛音化千佛响应 那那个千佛过来帮助都要实现为菩萨的身份 比如观世音菩萨 他就是古佛呀 他来到这里帮助 他一定要实现菩萨的身份 如果他也以这个古佛的身份出现 那就不行 所以这些 佛对于这些因缘果报 从世音不生是果 这些一概知道 这就是世处非处智力 第二是夜报智力 佛制一切众生三世中夜的因缘果报 三世就是过去是你是什么夜 今生你成为什么状态 这种一熟果都了解 知道众生的夜缘果报 第三是定 就是禅定三内智力 就是佛知道一切身闻菩萨 他修的禅定是什么样的定 出入的情况 以及禅定三昧能够到达什么样的位置 乃至知道一切诸佛的三昧情形 第四是根之力 根就是根基 佛知道一切众生的根基 是上根基 中根基 下根基 知道这个根基 就能够顺他根基来说法 像央觉摩罗 虽然是一个个人 但是他根基很利 所以他杀母 甚至要杀佛 就在杀佛的过程当中 佛就一边走 他赶不上 一边走一边跟他说法 竟然使央觉摩罗正到了阿罗汉国 这就是上根基 周立盘陀嘎属于顿根 顿根呢 不能教的太多 就教他两个字扫帚 扫啊扫 也扫出了一个阿罗汉 孙陀罗南陀 他这个淫欲心重 带到天上看天女 再带到地狱看那个沸腾的油锅 让他把这种欲望的心降下来 这些佛一概知道 所以他一说法就很相应 让他正果 第五是欲智力 欲就是众生的种种的乐欲 兴趣 爱好 佛都知道 还有性智力 就是佛知道众生的 世间的种种的差别之性 致出业智力 佛知道一切 你修什么道 能够到达什么样的结果 佛知道 第八是宿命之力 佛知一切众生种种宿命 一事二事乃至无量劫的事 而且知道你每一事做什么东西的因缘以及变更的情形 那这个超过阿罗汉 阿罗汉只知道八万大劫之内的宿命 佛是知道无量劫的众生的宿命 第九是天眼之力 佛的天眼能够见到众生 生生死死的夜暴等香 第十是漏尽之力 佛的一切烦恼习气全都断尽 于是佛就能够入一切众生心 能够随众生的心来做种种佛事 这位善知识 就为这个个人讲说阿弥陀佛的十种力的威德 设想阿弥陀佛有这种十种力 我们还有什么担心呢 包括昨天问的话 如果我这一念不在阿弥陀佛上 或者临终的时候我昏沉 或者在睡眠状态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就不能往生呢 如果你相信阿弥陀佛有十种力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种担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